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在历史文著上呈现两个极端的评价,一个是对曹雪芹揭示封建特权和家族兴衰的赞誉,一个则是对曹雪芹和高厄两位作者不同风格和笔法的写作抨击。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展现的故事情节扭转变化过快,对其中已然塑造好的各种角色又有了全新的诠释,这多少是让读者难以接受的,不过从作品的角度来看,这丝毫不影响《红楼梦》成为如今的一部名著广为流传。 之所以《红楼梦》被视为一代又一代的经典,还是要从书中每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彰显的细节来看,像精明算计的王熙凤,楚楚可怜的林黛玉这些各具人物特点的角色也注定了经典的作品传承,而诸如秦可卿这样的配角,其实在推动故事发展上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早死的秦可卿染上了什么病,为何每天又要更换多次医生呢? 秦可卿的命运之所以悲惨,一方面在于他残破贫穷的家庭出身,另一方面在于他软弱的性格,俗话说江山一改,本性难以。 悲剧的发生并不是由一两件事所导致的,而是由不可改变的个性引发的,秦可卿的性格就是造成自己一辈子凄惨的根本原因之一,秦可卿的死是有着极度的悲剧色彩,贾荣,身为秦可卿的丈夫, 但却没做到一个丈夫该尽的义务,在封建时期,男人的三妻四妾被视为常事,但是对于贾荣来说,他却要处处违背伦理,还要挑战秦可卿的底线,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他长期混迹于各种风化场所,其实贪恋女人倒还罢了,最重要的是贾荣在最注重道德伦理的封建时期。 长期与王熙凤,有二姐,有三姐等一众亲戚有着极度不正当的关系,而且贾荣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面对着别人的质问和指责,贾荣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说道,连汉唐都有人骂脏唐臭汉,更何况咱们这大户人家,谁家还没有点风流隐士,贪图享乐,荒淫无度的生活让他自己乐在其中,但是却丝毫没有考虑秦可卿的感受。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秦可卿倒也真是受苦的命运,面对贾荣的不忠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心中他觉得暂时的忍让可以换来贾荣的体谅和回心转意。 可没想到这却成为了贾荣愈加变本加厉的开始,贾荣的行径真可谓是完美遗传了父亲贾真,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贾真作为秦可卿的公公,更作为贾府这个大家庭的实际掌权者, 不但没有半点长辈应有的样子,反而让下人都感觉到恶心下流,他深知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但是面对这些他本应出手,制止呵斥的分内职责。 他选择了袖手旁观,反而将目光对准了儿媳秦可卿,对儿媳的垂涎已久让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可秦可卿面对他的趁虚而入又敢怒不敢言,毕竟想在这个家族生存下去,秦可卿能做的就只有接受和改变罢了, 真正让秦可卿命运结束的还是这段爬灰的丑事被人揭露,假使父子是什么人,大家心里自然都清楚,可当这件有关伦理的事,丑事被揭露,所有的错误那边都要由女子一个人承担,这种千古恨的歧视大怒,日日夜夜可以说折磨着秦可卿本就不堪重负的心灵。 他的忍辱负重直到这一刻变成了终结的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作为金灵十二差的末差,秦可卿是曹雪芹笔下唯一有着完整一生和结局的角色,可对于作者来说,他又没有给予秦可卿这个角色足够多的笔墨,秦可卿的每一次出场都很短暂,但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整部小说中谜团最多的主角团成员之一,他的死也有那么多的未解之谜, 有关秦可卿的死其实大致也就两种解释,第一种便是病死之说,这种说法是最多也是最值得考究的。 朱宾如曾在书中对秦氏病情的发展做过详细描写,张太一曾给秦可卿全方位的查找过病症,张太一说秦可卿的病情复杂,可以说是五脏六腑全是病,更为重要的是秦可卿心结过重,他和林黛玉一样,心思过重导致他们郁寡欢, 表面上贾府冠冕堂皇,富贵夺金,可实际这里面的罪恶黑暗只有深切感受才能明白,秦可卿就活在这样一个透明鱼缸当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让他内心不断纠结,也正是如此才让他思虑过重,染上了一身疾病。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便是秦可卿是自意而亡,在《红楼梦解码》中曾明确写道,秦可卿一直维护着自己在宁国府的最后一点尊严,可是随着他与贾真的那些事情败露,这让他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娘家一贫如洗的他又没有靠山给自己撑腰,在白眼,讽刺,挖苦的各种欺压下,秦可卿选择亲手了解自己的性命, 找了无人所在的地方自意而亡,而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虽然死因都是因为与贾珍那些不堪入目的事情被人揭发,但是秦可卿病死还是更值得理解和相信的一个理由。 那么秦可卿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病是有多么严重,这才让张太医都不由的白手摇头,说这病已然伤及五脏六腑,而且秦可卿一天至少要更换四五次衣服,这又是为什么? 对于贾府中许多人的表现也很值得耐人寻味,王熙凤明明心中早已笃定秦可卿活不过这个冬天,这才让游士准备后事。 可当秦可卿死亡的那一天,他的震惊和宝玉的吐血又让人捉摸不透,难道秦可卿的死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贾府在这其中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其他手脚呢? 在《红楼梦》第七回出场时,秦可卿身上毫无病症表现,彼时的他活泼自有,这就表明他的疾病不是从外带来的,而是在嫁进贾府后日积月累才形成的。 而到了第十回时,秦可卿便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老气横丘,动弹几下都要咳嗽半天的病养子,这就说明他的疾病发展的太过迅速。 《红楼梦》中有几处对秦可卿的病做了具体描述,其中游士说,他这几天也不知怎么了,旌旗两个多月未来,大夫看了说也不是游戏,不过看起来显得带动多了。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其实都能明白,秦可卿旌旗两个多月没有正常来,加上身体疲乏不爱动,反而爱静,这有很大的可能便是有了身孕,在往前仔细盘算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当时正值中秋之夜,秦可卿跟着老夫人一同游玩,期间在人多热闹的时候,秦可卿偷偷跑了出去。 和贾真私会,按照时间线来算的话,秦可卿很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次和贾真有了爱情的结晶,只不过这份惊喜太过突然,对他来说是一种害怕,毕竟这个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即使生出来贾荣也不会认领。 到时候弄得人尽皆知,贾真说不定还要背上千古骂名,所以很有可能贾真提前就收买了大夫,让他这次诊断不要说出实情,因此这才有一声断定不是游戏的结论。 而对于秦可卿而言,他本身就是一个心思极重的女子,如今烦心是一件接着一件。 他自己也知道没脸出去见人,所以大概率也就不带动,整日闭门不出也就少了那些闲言碎语,只不过秦可卿考虑的太过简单,从他心底来说,他自然也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是逃避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今的他更成为贾真和一众大夫商量对策的棋子罢了。 张有氏为秦可卿诊脉的时候就说,要是在初次行经之日,青春期开始,就用药治起来,不仅没有如今的病症,而且早就痊愈了。 贾性算是《红楼梦》中滋身的淫棍了,看上了秦可卿身自恶挪。 性格风流,很有可能在秦可卿刚刚进入青春期时就将其占有,并且肆意玩弄了,贾荣就更不用谈了,他对秦可卿根本没有一点感情,勾搭奉解。 调戏一母,甚至秦可卿死也没有让他心中泛起一丝波澜。 相比贾静和贾荣,公共贾真倒是对秦可卿好一些,秦可卿患病的时候,作为丈夫的贾荣若无其事,贾真却到处找医生求良药。 秦可卿死的时候,贾荣更是不掉一颗眼泪,公共贾真反而哭得泪人一般,之后安葬秦可卿的时候,贾真还特意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给贾荣捐了个无品的官。 然而,当贾真做出爬灰之事时,其实已经对秦可卿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尤其后面秦可卿很可能流产,更是与他脱不了干系。 与其说是贾真关心秦可卿,不如说是他对秦可卿十分愧疚,也为秦可卿的病太过蹊跷,所以贾辅为他找了三四批大夫前来把脉会诊,而这些大夫又不是同一时刻来。 所以,每天秦可卿都要换三四次衣服,坐下起来的见大夫,而这些大夫有的开些至内热的,有的又开些至外含的,在混质的药物加持下,秦可卿的病也就愈发严重。 等到张太一出手时,现在的秦可卿早已经在一众医生的胡乱治疗下没了身孕,张太一的话也变成了圣旨一般,给秦可卿的病症盖棺定论,而秦可卿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他明明知道自己没什么病,但是迫于现实又不能说,心火气氛加上混质的各种药物让他的身体美旷一下。 最终也一命呜呼罢了,秦可卿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眼中也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纵观全书,曹雪芹不但没有丑化秦可卿,反而将这个世人严重不堪的女子进行了天仙一般的描绘,这种巨大的反差更让秦可卿悲剧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在整部《红楼梦》中,秦可卿的只会,美貌,性格和做出的不堪往事是让人感觉复杂而矛盾的, 理解了秦可卿的悲惨人生,才更能理解社会生活中寄人理想,忍辱负重的生活本质。